Hello, 大家好, 最新消息 珠海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今日通報了 珠海新增一例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那名患者在7月19日 在南京六口機場乘坐CZ5846航班 在當日下午4時抵達珠海金灣機場 當日入住酒店 因為他是由南京回來的 所以作為重點人群去排查 在7月21日晚送至集中隔離酒店 接受醫學觀察 開始連續4次病毒核酸檢測都是陰性 到25日便出事 變了陽性 即時被送往中山五院隔離診治 是屬於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珠海今早立即出通告 宣布珠海將會展開全員核酸檢測 在明晚12點前完成一輪全市全員核酸檢測 並將向洲區全區列為監控區域 在向洲區吉大家道國際貿易中心 君月來酒店和另外兩間餐廳 採取封閉管理14日 並將吉大家道附近多條路 劃為封控區域 今早6點起指進不出 容許每戶限定人數在指定時間外出購買必須品 措施暫定7天 終於殺到埋身了 不知道澳門會否收緊和珠海之間的防疫限制 有新消息再跟進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我們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